看到民進黨的總統參選賴清德 17號晚間到台大EMBA學生會演講 使用國家政策就像馬拉松 要有勇氣、耐力和能力 不過台下就有學生好奇 如果他當選之後 除了國家大事之外 有沒有個人很想做的事 賴清德則回答 如果有機會 希望坐下來好好看幾本武俠小說 引起台下一篇笑聲 我有請賴副總統 早晨下走上台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17號出席台大EMBA百川講堂演講 台下觀眾給予熱烈歡迎 我要特別要強調的是 國政就像跑馬拉松一樣 要有能力 甚至必要的時候 還要有勇氣 克服各種困難 形容國政就像馬拉松 要克服困難 賴清德期盼傳承國家政策 帶領台灣 他也表達對於台灣醫療政策的願景 賴清德表示 在外保家衛國的是士兵 保衛國人健康的就是醫師 經過疫情 每一位醫療人員都應該獲得勳章 也應該對於新勞的醫療人員 勞務條件進行改革 最後有人問到當選後要做什麼 賴清德這樣回答 忙於國政承認自己已經很久 沒辦法好好坐下休息 賴清德希望能夠將台灣民主傳承 提出國家希望工程 要解決台灣少此化 健保改革 體育政策改革等問題 期盼讓台灣工業實力保持領先 國民過上好生活 記者綜合報導 最佛最佛 瑪 愛 雪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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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